來 五位 陳子璇是誰讓你跟他家弟弟可以這樣子 你要跟他弟弟 你可以放振動一點嗎 你有考慮到姊姊的心情嗎 每天欺負別人 還在那邊欺負人家的弟弟 好 好的 那你有考慮過那個 雲雲的心情嗎 你原來是出來欺負你家自己姊妹的 對不對 好好好 好 來個什麼 來個什麼 天兵千金 劇組給我取個外號叫做天天 就是天天 因為我常常闖禍 但是闖禍之後馬上就有報應 就感覺是一個 很ㄎㄧㄤ的 小壞蛋 因為我很容易就人家說我怎麼樣 我可能就會傷心難過好幾個月這樣子 心靈脆弱 那這邊是不是有看過 就是覺得自己就罪傷自己心的 什麼樣的流言 就說我是阿姨呀 心碎 心碎 所以我就為了這件事情我就 報復性的把自己吃胖 因為我發現就是我的臉凹就會顯得比較 超脆一點 然後你成熟 所以我就把自己吃胖之後就就就比較 碰碰 吃一些什麼東西最快的 就吃一些雞排啊 泡麵啊 澱粉啊 蛋糕 開始了 然後我就 因為我很追求那個數字嘛 一直都追求的是43 44 但我現在有49耶 真的假的 真的我49 我站上去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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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好像手腳也不會胖 會啦 我不好意思在大家面臉表演那個 蝴蝶秀 就在大家面臉起飛 對啊 不好意思 這樣起飛 畫面就出去了 然後他就會看到 記得他是一個 他好像跟我說 他不會去洗他的內衣褲 因為他就是穿了他就是蠻 穿了他就是蠻 好棒 就是這是一個 已經我覺得 已經有點超過我的認知的 活在什麼世界 他就是活在一個 公主的世界 對 哇 那就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難 那你幫他洗啊 你是說我就從 對象變成他的 加油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到 到交往 只是說我們在認識彼此的階段 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太 好 我以為交往 不然他講這麼 細節 對啊 對啊 我想說 就是聊天啊 就說 那你在你平常怎麼生活 我們會聊天嘛 對啊 他以為大概交往了三年 都是你那次 好像 你是不是要去相親 誰要擄我 相親那是高天佑 我覺得價值觀的差距太大 還是平平淡淡的比較好 他也會說 你做這個幹嘛 你就 就跟我們好好的相處啊 做這個幹嘛 他會說 你做藝人 你做演員 他可能會有 安全感 你可能不紅了 沒有安全感吧 或是你周圍很多 對啊 你對我好一點 也許 就是我就 你不用煩惱生活 他會講這樣的話 就讓我覺得說 好像會有不同的世界 你給我新的靈感 我在戲裡就要這樣對你說 但我在戲裡面好像 家裡還不錯 認識家裡 忘了